我们来到移民署 可以看到负责港澳居留的 这个柜台充满了人 那其实呢 从这数字上面来做观察 近来因为反送中的关系 跟去年同期相比 申请来台居留的香港人 成长了至少两成以上 而我们呢 也找到了两位 从香港投资移民 以及来这边居留工作的香港人 来问问看他们 究竟为何选择台湾 我从2011年的时候 已经来台湾了 当时是有一间香港的餐饮集团 派我过来开发 第一间台湾的分店 反正在这边 已经有人卖一些门路 那倒不如自己去看一间试试看 那从三年前 我就开始申办这个投资移民了 比如说年纪可能也 就是比较大的长辈 他们也想要申请过来的 那所以就是各个的层面都有 有小朋友的 有刚刚就是出社会 然后结婚 然后想要寄宿移民的 来做生意的也有 这样子 这半年来 因为反送中事件的影响 其实有不少的香港人 纷纷询问要怎么移民到台湾 或者是来台湾 居留工作等等 那其实已经在台湾工作的香港人表示 因为台湾文化语言跟香港相当的相近 而且离香港也非常的近 坐飞机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因此选择台湾作为移民的地点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况